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tbo公民新闻报 花式篮球的表演看起来神乎奇迹 一颗篮球在手可以有万千的变化 今天的节目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 带您认识一位花式篮球的好手 以及他热爱篮球的故事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最完美的运动 就是它只要有一个空间 就像跳舞一样 只要一个球然后一个舞台一个空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融入在舞蹈里面 最引以为要的事情就是 2008年美国哈林篮球队 跟我们对打 这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有台湾的 本土的花式篮球队 对抗国外的花式篮球队 晓夫从小就是篮球校队队长 后来受到运动品牌 推广花式街头篮球的影响 开始爱上这项运动 因为父母离异 他被送到家福中心 接受家福中心的帮忙 我刚好那时候正沉迷去篮球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有篮球这个运动 就是让我深陷其中 刚开始迷上的时候 一天至少练个大概八九个小时以上吧 平时有空的时候 晓夫会回到家福中心 教小朋友们打篮球 在小朋友的心目中 晓夫就是他们的偶像 对于花式街头篮球的热情 也深深影响队友 和他一起推广这项运动 在我们家福中心出来的这些大哥哥 他们愿意再回来回馈的 那表示说他们在社会上 或者是说都已经有一些历练 或者是有一些成就 然后他们愿意回来回馈 那当然就会带给我们这些小朋友 就一个很好的模仿的对象 他是非常执着 也非常认真 他是我看过最坚持 这一块坚持对这么久的人 我觉得真的还蛮佩服他 在晓夫的身上 我们看到努力不懈的精神 就如同他所说的 就是坚持到底吧 不管别人怎么看 公益平台基金会两年前 对外募集家中闲置的二手相机 送到偏箱给小朋友使用 并且请摄影志工老师教孩子拍照 没想到成果令人惊艳 孩子透过相机拍照 开启了另一扇眼睛 我的小朋友叫李威 他有非常让我感动的 微管趴过来 好像身上趴快还软 很好摸 微管 我觉得我好幸福 我第一天交往全身 好脾胀 好累 但是听到这句话 身份所有的疲劳 天香其实比较不会有的问题 因为他们会真的就是 趴下去真的都不是很重要 反而是我们都市孩子 或者是衣着光鲜的人 会比较不会去放掉身段 或者是你的包 那小朋友在这部分 其实做得很好 往往会出其福利去做 反而想不到的东西出来 如果您的家中 也有闲置的二手相机 或许您也可以提供出来 让更多的孩子 可以透过摄影 看到不同的世界 同时也能够体会 拍照的乐趣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